如果要选一个本周新闻关键词 那毫无悬念的肯定是伊斯迈沙比里的内阁 哈喽你好我是德财 感谢你收看 CityPlus的全新单元 本周看点 那接下来呢 每个星期五我们都会为你整理每周 你最需要关注的新闻 用短短5分钟的时间 一起关注本周看点 首先最贴近民生的新闻 不外乎就是近期 有反疫苗接种者为了享有便利 竟然到疫苗中心要求 在不接种疫苗的情况之下 就获得电子证书 甚至有私人诊所的医生 还向媒体透露 有人开价1000令吉 向他们买假的疫苗电子证书 那马来西亚私人医生联合会 就表示说 这些人其实也不一定 是反疫苗接种者 他们当中有可能是需要 紧急行程的人士 那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卫生部秘书长呢 在星期二就公布了数据 表示说今年8月 总共是有300名的合约医生 获得永久职位 其中各150人 就被分派到沙拉越和沙巴 但是300人里面呢 有100人是拒绝转正的 那如今合约医生罢工组织是不满 他们认为说 政府提出的条件之一呢 是去到沙巴和沙拉越的医院 但是全国各州 其实都有出现缺少医生的现象啊 那他们现在就质疑政府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诚意 而商业类的新闻呢 就有我国政府 在8月11号就公布了新版本的大马第二家园计划 那10大新条件呢 就要求申请者必须拥有至少 100万令吉的定期存款 每个月的薪水还要至少达到4万令吉 以及证明拥有至少150万令吉的流动资产 等等的这些高门槛 那目前相关行业的业者呢 就抱怨说预料只有区区5%的申请者 是有办法达到以上的条件的 换言之超过90%的现有参与者呢 将会因为不符合条件而撤离大马 那这就会间接的造成国家的经济损失 当然本周的新闻最大看点 肯定就是我们的新任首相伊斯麦沙比里啦 那本周几乎每一天都有新闻进展啊 从上个星期五 国家元首召开马来统治者的会议之后呢 就宣布伊斯麦沙比里出任马来西亚的第九任首相 星期六 我们就看到伊斯麦沙比里正式的宣誓就职 星期日 伊斯麦沙比里首次以首相的身份进行电视直播 而且他还向反对党伸出橄榄枝 推荐了大马一家Kalarga Malaysia的概念 来到星期一 伊斯麦沙比里正式的在首相署打卡上班 同一天 他还承搭这个首相专机啊 是去到了吉达巡视日来风的山洪灾区 时间就快转到星期三 伊斯麦沙比里在还没有公布内阁名单之前 事先和反对党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 星期四 伊斯麦沙比里就觐见了国家元首 提成了新内阁阵容名单 而今天来到星期五 我们就看到伊斯麦沙比里在上午11点正式的公布了那个名单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啊 这份名单没有太多的惊喜 那伊斯麦沙比里基本上呢 是延续了前首相慕尤丁的一个做法 让副首相的位子悬空 而阵容呢 大部分都是保持元斑元马的 四位的高级部长 分别有贸工部长阿兹敏阿里 教育部长穆罕默拉兹 工程部长法迪拉尤索夫 以及由西山穆丁来担任这个国防部长的 财政部长呢 也继续由大家所熟悉的东姑扎夫鲁担任 那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则是由阿汉巴巴 还有凯里的职位对调啊 阿汉巴巴呢 是担任科医部长 那早前在疫苗接种计划上 表现非常优异的凯里呢 则是担任起了卫生部长的重任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曾经被谣传 是副首相热门人选的 这个前首相署部长 莫哈默里端 反而在最新的内阁名单当中呢 就意外的落榜了 在内阁名单宣布完毕之后呢 如今人们的焦点就是啊 新政府是否有办法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交出成绩呢 首相伊斯麦沙比里在今天的直播当中 就要求每个部门 必须要制定长期还有短期的政策 并且在100天里面 证明新内阁的施政表现 那你本身觉得 我们的政府 有办法再次的挽回人民的信心吗 我国近期的确诊病例啊 依然是居高不下的 那除了雪龙区的疫苗接种计划 稍微的见效之外呢 其他州属的确诊病例 其实还在不断的攀升 昨天的单日确诊病例呢 和死亡病例更一度的突破了新高 总共是24,599人确诊 393人死亡 可是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 新首相伊斯麦沙比里 针对政府如何抗击疫情 还有整新国家经济的这个部分 提出新方向 那我国政府 是否需要在这个部分 再加快脚步呢 欢迎你和我分享你的看法 那你本身期待 即将在星期一 正式宣誓就职的部长们 有好的表现吗 你认为目前最当务之急的 课题是什么呢 那你希望政府宣布 哪一些政策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记得按赞留言分享哦 本周看点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 我们下个星期五见